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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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开门就有看病的民众急着上门求诊 门外大批病人排队等候的 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医师 杨益江 大批病人排队等候的老医师 杨盛 杨益江在1942年出生于台中清水 父亲也是一名医师 来 陈金莲 陈金莲请进 这位病患叫做陈金莲 常常来杨医师这里求诊 杨医师的细腻让他有着充分的信任感 看一看 还没有好一点 你看 他们都呢 这个外伤哦 本来很厉害 整片哦 现在都来这里上药 都是用电镀的啦 补皮 电镀补皮啦 有好几公分的刺 没有肉粒 他以前就说 要很久了 他会让我生的皮起来 但你如果去那个囚犬 去一个某某某某某某死 他在那里 班牙 这有没有我跑 他以前想要是 应该不知道会好 还是会好 因为很严重 会多痠啊 全医科痠 跟他大相同 一般到醫院去補皮 都是拿屁股的皮來補這裡 但是我這裡都是用電鍍的 一次電鍍 差不多半小時是一小時 現在有面積至少這麼大 現在只剩下這樣 那可是溫宣華 好 黏一根 它這個本來是雞 雞員把它挖起來 挖掉 挖掉的時候 第一天來 都是煩的 第二天就沒什麼發炎 第三天我就跟你用這個藥對不對 對 所以第三天這個藥用上去的 結家了 今天就可以跑出來 晚上就可以了 那這裡乾一乾嘛 把它壓一壓 什麼事都沒用 就可以了 OK 就這樣 什麼樣子 上去看看 有毛毛 沒有啦 沒有 這個黃黃的頭是毛的 你看 留下鞋 留下鞋也沒有鞋 所以你不用碰 醫生跟你處理 你就安心了 知道嗎 OK啦 穿著白袍 默默在楊醫師身邊幫忙的 是大學時期就開始交往的妻子 張玲玉 而她原來主修的醫療專科是牙醫 我跟我女同學 她跟她的男同學 我們就去上課什麼的 結果那個男同學就是很重要的女同學 然後他們兩個就這樣 我們就當電燈泡嘛 這樣 我們是 我們就是來啊 就自然就會來 就也沒有什麼 後來就是到快畢業的時候 就是比較接近一點 所以從那個時候就立下志願 我所以要當醫生 騎一個牙醫太太來幫忙阿公 就這樣 你今天要做什麼 養醫師夫婦除了間諜情深 還有個共同的利他信念 兩個人常常利用假日 一起到新北市的偏鄉地區看診 這種新北醫療的時候 我常常跟我先生到那個 那個荒嬌野外那裡去看診 我們那時候是覺得 這樣可以這樣好好到江外去玩一玩 後來就是分診醫療服務這樣 他們就說 去那我就陪他去 去到那個 各衛生所啊什麼 去那裡去 議診 看看 後來他就是 因為我這邊口腎 人家就邀請我去 所以 對著他自己去講 所以 議診 或是行為醫療 對我來講 實在太簡單了 我從初中就開始做了 楊逸江的父親 是一位牙醫師 童年時期 他就跟著爸爸 四處下鄉服務 也因為父親的一句話 讓他從小就有堅定 行醫救人的決心 初中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一句話 把我的心刺激了 他說 說 老大 你以後 就不必要練書了 就是跟我做這個牙齒就好了 以後我們 我們都有什麼 讀考 高考 你就考那個 當牙醫師 就好了 還要練什麼 你血緣是這樣 他講這一句話 我很心痛 我想背後是大哥 對他跟你說 你身體好 你不要做老師 看看可以不可以當醫生 因為醫生常常有許多 奉獻力量的時候 他還是要體力好一點 嘿 他這樣一講的時候 也是刺激 我說 我體力這麼好 可能還是 看看可以不可以念醫師 立志學醫的楊毅江 1966年中山醫專畢業 之後陸續前往羅東聖母醫院 與廣司博愛院服務 1982年 他在新莊化成路 開了一間自己的診所 從71年一直指到現在一直指 通通沒有休息過 而且我有講過 我對我的事業非常珍惜 珍惜置業 事病尤親的楊醫師獲得患者的真心感謝 病患看見他的椅子 毀損不堪 乾脆幫他縫製一幅新的椅墊 那妳看他要怎麼坐 我會想我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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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破他這種沉住 然後我看他有破了 我就幫你走 病患的美意 滿強的感謝狀 讓楊醫師點滴在心頭 他更因為領導700歲醫師團 長期服務偏鄉 在2012年獲得新北市醫療公益獎 雖然年紀逐漸大了 但楊醫師卻更發心力志 要繼續服務人群 我立定志願再做20年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 你做醫生的話 不做什麼沒事幹的時候 根花廣告單有什麼兩樣嘛 所以我就立志說 我們當醫生 我們這個醫生知道 到死為止都是醫生 義江 台語發音 乙剛 所以才會喜歡當醫工 繼續往下一個 20年的新醫路邁進 還看 负责开车的 是在美国拿到医师执照的大儿子 杨继荣 跟着父亲一起偏乡巡回医疗 也过了三四个年头 他对于各地区病患的状况 姚若执掌 早上到那个双西牡丹 看病看完了以后 就下午就要跑到三峡 雾辽 雾辽 去看 都是这样排班固定 这样跑来跑去 所以变成我们几乎 都不在乎它是几公里 而且我们只在乎说我们到那里 时间是不是赶得上 新北市幅员广阔 不过许多偏乡的医疗资源依然稍嫌不足 因此十年前开始 杨继江就带领着十位平均年龄 七十岁的老医师 在新北市二十个偏乡据点看诊 这群大医王巡回石定 平岭淡水等地区 看诊人数超过三万人 外界也称呼他们为七百岁医师团 而这个团体也同时承担了 新北市卫生局天远地区医疗服务计划的任务 每个星期六是这样 然后四个医生 然后大家一起这样 总共知道一年就到地球一圈半 当然也是还在持续增加 担任七百岁医师团的领队 杨继江每到周末 就会前往没有药局 也没有诊所的乡镇 设置服务据点 十年过去 风雨无阻 如果电视台有告白说 明天请班停课 根据法令才会休息 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 跟这边的人互动 我们看得出来他的感谢 他给我们的回报可能是 一把青菜 可能一只猪笋 其实这是他们的全部 那他值不了什么钱 但是那一个感谢是无价的 新北市万里区 总面积六十三平方公里 居民大约有两万多人 因工作机会不多 青壮人口外流严重 当地都为老年人以及幼童 而民众想看病 只能仰赖唯一的卫生所 杨医师来这里已经 管理家头 之前是在大鹏天鹿宫 来这里已经看病 也看了三四年了 看一些身体的病 也看信赖的问题 跟他丁宜 跟他开港 了解一些老人家的心理的苦问 也就是杨医师从来没有收货 有些阿公阿嬷 这小病就赶快出来 出来看杨医师 里面当医药变成大病 再跑大医院 就是这小病就把他医掉了 杨医师在偏乡的病人 有不少属于弱势族群 对他们来说 看诊费用也是个负担 因此杨医师 除了出力 也常常自行吸收 乡亲们的挂号费用 你跟这一个老先生 马上看到马上说 你跟他收五十块钱 致富额挂号费我不收 这个因为挂号费是院所 自己收走嘛 但是致富额是一定要收的 只要健保局的官员能够收到 以后我都收 去人家连早餐都没吃 五十块 人家早餐都还没吃五十块 父亲的医者良心与坚持 当儿子的全都看在眼里 不过杨继荣在小时候 其实根本不想学医 其实我小时候根本就不想做医师 而且那时候小时候的时候 像譬如说 爸爸因为有一个刀要开 礼拜天没有办法带我们出去玩 那我那时候 大概国小一二年级吧 我就有跟我爸爸落狠话说 我最恨的人就是医生 最恨的人就是医生 最恨的人就是医生 好 了解 你会不会写国字啊 我会写国字啊 你奶奶的 这个是奶奶吗 这是奶奶的名字 对不对 那我之前的工作呢 是在美国纽约那边 有一些像华尔街的那个工作 当然刚开始毕业的话 职务也不是很高 但是薪水算是也不错 但是薪水跟亲情相较之下 我还是选择了亲情 所以我就回来了 几个 一个就有 好 撒步一下 撒步 你会不会听嘛 会听还是不会听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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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早上六点半就要起床了 把什么东西都料理好 以后出花 你看如果这样的话 他认为这个老爸要出门 要这样的话 好像太辛苦了 他就自愿 他说爸 我跟你讲就好了 就这样一句话 把我提醒说 对啊 小孩子还是要进入才对啊 因为当初 我的爸爸 他也是礼拜六下午去 礼拜六晚上就在那里 礼拜天晚饭 礼拜一 早上才回来 我们的目标 或是 爸爸的精神 其实 是让我非常认同 所以我义无反顾了 加入了这个团队 刚开始的时候 当然也有一些怨言 就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但是 一况也三四年了 觉得说来这边 其实他是有意义的 儿子的贴心 杨逸江点滴在心头 而藏在儿子心里头 没说的 其实是对父亲健客的不舍 现在没有病不是没有病 因为 我们人的身体是逐渐的 今天可能伤害他百分之十 明天伤害百分之十 再二十 然后到你的 典疫系统 没有办法复合的时候 就生病了 所以现在没有生病 不代表没有生病 这个可能也是 也是父亲或是其他老医生 需要 需要 注意的地方 虽然心疼父亲辛劳 但深深的使命感 还是驱侧着这对父子 朝着下一个目的地前进 而这位八十多岁的庄球领导先生 住在新北市双溪区常员里 几年前开刀后就不良旅行 现在连爬楼梯都很困难 这个小小的窄行就是庄球领 每天活动的空间 这个我 我的 那个我不是修了 这是我的 学校 十八十年 人介绍你就对了 对 这就是要发现 想起来的 温温 三层楼的空间堆满了杂物 但这些杂物 其实是庄球领 花了一辈子的时间 搜集来的古董文物 这是奉索的活动 这样子 都转满了 这个温温 不要让他开的时候 这些人 他要把他开的时候 他对了 这个有些人 这个是庄球领 这样子 也是 这个温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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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作用满无文物 但庄琼内心还是常常觉得孤单 只有每个月的这一天 会让她有些期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們可以 洗澡書可以嗎? 沒關係啦 只是我洗澡和白眼睛 沒關係 只要你們自己洗澡 洗澡 沒關係 他會對這個老花很照顧 很像的鼓勵 還有我的勇氣 他會把他鼓動來 做我的一生 一生會快樂 不然我自己洗澡 要塗得全無聊 現在我洗澡嗎? 不會 他會牽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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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問的是 他會牽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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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涕要牽涕嗎? 牽涕要牽涕嗎? 會牽涕嗎? 但是 他總是不方便小時候 你看他的腳 然後那個肌肉就知道了 正常的是這麼清醒 那個 左邊的話 他就是肌肉五縮 所以肌肉五縮以後 他 要到那個活動中心 看病的時候 就比較不方便 手臭的 手臭的 腳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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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老了 沒辦法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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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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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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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以前都沒有人家 走 以前走一時 說我腳很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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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繼續 老衛生 來看 有很多 一年前 莊琼林原本 只能仰賴救護車運送 前往瑞芳礦工醫院看病 來回車程 至少需要一個多小時 自從楊醫師固定來到家裡網診 談古董 莊琼林的臉上 笑容都變多了 我看到你了 我來討厭你了 對啊 我來討厭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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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的時候 在普通家庭是很少看到 但是一進來的時候 這個氣氛 就不一樣 而且 而且他是 很有藝術家的素養 所以我 除了看病以外 就跟他談起這些東西 他的頭套不足 頭腦雖然八十幾 比我大十歲 但是 對於這些 來龍去莫什麼樣 什麼 他都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那七十歲 我真的對於生這麼好的 這樣來跟我們頭的關心 跟我們關心 這樣 這樣 聽起來心中 還不錯 漂亮 比較快 我們不是要自... 如何把它看好治好 我們其實我們是陪他們走 人生最後一段路 因為最後一段路的時候 家裡的人都是 這些都不管了 但是我們來的時候 我們對病人的這些照顧 其實 對他們來講 真的是他們在走最後一段路 過得很好 他這樣給我們 我感覺得 他感謝 我們身體健康 來生活 快樂生活 過得一生 其實 想要快樂過一生的莊求靈 心裡深處 還有一個心願 原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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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年輕 收藏到老的文物 到底有多少 莊求靈自己 也數不清楚 但原本孤單的他 有了洋溢江的旅伴 決定勇敢圓夢 雙溪區長遠 一天才有四班公車 行動不便的病患 雙溪區長遠 雙溪區長遠 如果要到基隆或台北看病 就得要忍受舟車勞頓之苦 這也是楊醫師選擇到此 不定服務的原因之一 八十六歲的五好阿嬤 二十年前在廁所意外滑倒 導致中枢神經遭到壓迫 右腳無法行走 除了失去工作 生活也無法自理 必須仰賴唯一的女兒照顧 有 實在這裡是很好的 人家拿菜給我們 拿菜給我們順利 只要吃這個綠藝網桌而已 實在有很難過的 會難過 沒有人像我們這麼難過 很難過 沒有啊 沒有他一個月 他一個月也賺兩三萬元 六十幾歲了 有六十幾歲 他會餐廳 我會餐廳 有三千元 我會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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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就沒辦法了 他沒辦法了 他沒辦法了 我也沒辦法了 請人我們就沒辦法了 請人我們一個月 一個月 一個月都會餐廳 我們現在通常人不舒服 你要怎麼去餐廳 你通常人不舒服的時候 要求求不求 載到長庚 載到家人 就不用 不用 我們如果要再招牌 他就要死了 他才我招牌 招牌到台北 從長庚坐到台北 三千元 以前是我的衛生 在訪 阿嬤等一年 那個衛生就死了 沒有 沒有 這就是衛生索的衛生 對吳好來說 就算是最近的衛生索 也遠在七公里外 交通實在很不方便 阿嬤很棒 進來有比較好嗎 差不多 沒關係啦 這包這包來就好了 沒關係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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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開桌睡這家嘛 這裡 這裡 但是這樣已經很多了 這裡 這裡我知道 就是這裡就好聽了 是是 沒關係 衛生索給你補用 你就吃百里了 唉唷 哪有這麼久 這麼久 還要自己的 剛開始來看的時候 常常都是 好像是心情也不好 腳又不能走路 對不對 但是以後我們來看的時候 我們還是有跟阿嬤打分 就是 吃藥是比較少給你吃的 因為我們有高血壓 常常在吃 這段性病的藥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少看藥 但是一個禮拜來看一支 把這支是少不了的 這有傳遺體的 你不用怕嗎 會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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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會看 好 會是 我們這 這幾點是今年切男人的 像在石櫃 現在開始設斷 切า 它第一次 人家在庭 bure在那裡看 然後在稍查 其他各各 都有來了 留在ピーチ上的 Bru公 紀錄好 那後 第二次 我就說 阿嬤你這樣 出來這樣麻煩了 一個人要看旁路過的來 來擀蓋這樣炒出來的火器 我老爸來買廚藝這樣 看完之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油 基本说的 这一包 这一粒就是 我们吃这个蚌札油分 我们打不掉的时候 我们就吃这款 这有很多一粒一粒一粒 一粒一粒一粒 要是说你如果仔细起来就吃 吃董肥就是 看有一个粒就是仔细吃的 我们这筋是一粒一粒一粒 咸鱼都吃 所以这个宝宝不消气的时候 除了我们一般所谓的暗门 有时候也不需要 还可以去清晰 这里就这样 这样就很难 杨医师每周一次的探视 除了心灵腹胃 更少不了实质的复健治疗 这里就不消气 这里我们来 每周我刚刚在身前比以前的照顾 有感觉有感觉 让无好阿嬷重展校园的杨艺江 要把更多正向的力量 带给独居 以及行动不便的老人 更希望让双西区 能够出现更多爽朗的笑声 又到了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天 这一天也是七百岁医师团 最年长的团员贾景明 固定拜访双西的看诊日 坚持行医到老的贾景明 1928年出生于虽远归虽 高中时到上海念书 没想到因为战乱 成了流亡学生 意外从军后 阴凑阳差地跟着来到台湾 但想行医的心愿 却一直停留在他的心中 刚到了台湾这个军队里这个迷信 很少嘛 很少就是找考一个短期的 短期只要来训练一个短期 我们就可以去 请门妈妈做来这个外岛 就当这个衣冠 结束衣冠训练后 贾景明转到三总 匡总等地继续服务 并在退伍后通过特考 成为正式的加一专科医师 诊所开设长达37年 但贾医师年纪也大 两年前在家人确说下 他结束了诊所的业务 不过贾医师 不舍一家子的新医经验 希望能够继续地 对社会有所奉献 透过新北市医师工会 认识了杨毅江后 开启了自己的天乡医疗路 对 我们是有一点想 会不会太辛苦 我就说 叫他要注意体力复合得了 才要不要太勉强 他现在好一点 现在比较会坐车 他以前像捷运转火车 火车转捷运 他是一辆不同 因为他过去不是开车 就是骑摩托车 他连公车都没 几乎没有坐过 活着就要动 完全叫他不要动 而且这是他的兴趣 也不能说太阻挡他 也不能说太阻挡他 可以了 孙晓 你们要久了 走啊 好 好 我送你到老舍站 好 要怎么 姆姆 拥抱 黏一拥 在家看价 他们就是想 你现在退休凉 你要喝 享受 晚年了 我能动 你有机会的话 我还能做 我还能做 做什么 因为我愿意用 到了要翻車地點,腳步緊速,兩個人生怕一個不小心就錯過了捷運班次 現在都要進去讓的 欸欸欸 快點,快點 快點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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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很辛苦了 你辛苦了 陪著86歲的先生 又走路又搭捷運 半個多小時 才抵達台北火車站 眼看賈醫師 終於跟護理長會賈太太 才敢放棄出開 一年半以前 我還開車 但是現在沒開了 一年半以後 我還騎個摩托車 這個叫附近的那個我都去了 然後到台北 台大醫院 或者中山醫院 要這個開會 下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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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雙溪車站 賈醫師還得搭一段車 才能來到看診地點 然後到那個店面都在裡面 好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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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以前醫生來 都 美國禮拜來 都開給我 我看你學校怎麼樣 學校那個字 不太高的話 也許不一定要用 如果有說是很好就對了 我們也要跟人家說 就是很好 人有心嘛 那個好樣 不簡單 是對嘛 但是看電話可能有聽度的多一點 要像那個鯉魚 那個鯉魚就是聽的少一點 像看過人時期了 過人時期了 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一都沒哭 一百五十一 沒哭 做得太傷了 做得太傷了 好嗎 肯定是我的鼻子 是很感動 然後看啊 因為剛開始我會覺得說 他年紀那麼大 為什麼不在家休息 可是我看著他 他對病人那樣子 我覺得說 他可以有這個能力 可以來奉獻 所以我就不能輕言放棄 我要跟著他後面 小醫師 你等一下再跟他外交他學長355 對 那就好 我就幫他去新人再接喝喝看 對 對 對 十四個 要拿兩禮拜就對了 好 你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欸 賈醫師年紀那麼大 為什麼不在家 就在那邊休息 可是他講了一句話 他就說 他有那個體力 他健康OK 他想來跟偏遠地方的人 做一些服務 做一些貢獻 就是我的這個自取啊 我的這個學衣的時候啊 就是要為一些病人 做一些有益的 對他們有益的 那其實有這個機會 也就啊 感到很累了 賈景雲的堅持 證明了一件事 老醫師天上看診 更能傳遞愛與溫暖 也替自己找到退休後生命的第二春 還有一件事 就是要找到歐洲的公共 也要找到處理 騎上乘踏車 腳步飛骰 這天中午 楊麗江沒有休息 因為沒有了 中原隊員隊 幾十位天鄉服務的醫療人員 等著楊醫師聚餐 原來今天是700歲醫師團的聚會日 十年來 雖然有部分的成員更替 但這個醫療團的平均年齡 始終維持在70歲上下 就是 犧牲我們的休息時間 去跟那個 面臨地心那些一些老人 還有一些那個 比較行動不便的領服務 那我們這邊也感謝楊醫師 葛醫師 謝謝 大家非常支持 楊醫師 我們的老大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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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往鄉下去接觸這些基礎的 老弱的這些 算是病人 那也很有意義 因為他們確實很感謝我們給你的幫助 有時候我們碰到那種攤販的 完全沒有辦法來的 我們也可以說 好 等到我這個病人看得差不多 我就開到你家去 700歲醫師團中 還有一群默默協助醫師服務的退休護士 像是王道貞的足跡 幾乎踏騙了新北市所有偏鄉 這麼一片年 有的地方甚至於真的醫療非常商量 那他們覺得我們去對他們來的支持 有很大的幫忙 那有的時候因為 接你久了 他們有時候你會去關心他旁邊 因為有時候一個老人後面 他是個獨居的 或者說他可能是有人品的 700歲醫師團員中 還有個心血剛剛加入 他非常熱心 他 王醫師說 叫我打電話 我 袁醫師怎麼樣 我一打電話給他 袁醫師馬上OK 是 楊醫師 楊醫師這個 我知道 他是我的大學的學長 我知道他一直很熱心的 他自己講說他叫楊玉江 台語叫義工 所以爸爸給他提的是 所以當個義工 這個行為醫療是 我們這些 算資深醫師 趕快躺起來 這個也受到衛生機的肯定 受到健保機的肯定 所以我們公司 沒有你們這一群 真的就要教人家怎麼做 這群全部加起來 合體超過700歲的老醫師 齊聚一堂 充分發揮了 退而不休的力大精神 他們說 不管路途多遙遠 只要還能動 就會繼續在天鄉 貢獻自己的力量 然後再給予你的肯定 把照片放在天鄉 就像一般人家 會不會有空的 你公司 會不會有空的 我們要去做 我會不會有空的 你不要記住 你不去 你不要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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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